在近年的娱乐圈中,青簪型的制作过程无疑是一场漫长而又充满波折的旅程。 这部剧自2020年开拍以来,历经多次更换男主角的风波,终于在近日宣布了正式的补拍计划,预定2024年暑假与观众见面。 这一决定立刻引发了广泛的讨论,不仅关于新男主的选择成为热议的焦点,而且杨子是否能继续望男主也成为观众关注的问题。 青簪型是根据测测轻函的小说《三中路》改编,由知名导演林一芬指导,该剧讲述了观幻黄子侠与冷面王爷李淑白之间的爱恨情仇,以及他们如何揭露大唐皇家的深层秘案。 在高达5到6亿的投资预算下,这部剧被寄予了厚望,然而因为一系列的男主角更换和其他争议,项目一度陷入停滞。 曾有传言张冰冰将接替出演男主角李淑白,但此消息不久后被官方否认,紧接着林更新成为新一轮猜测的焦点,但最终也因荡气问题未能成行。 随后,彭冠英的家门让这部剧的前景再次被外界看好。 彭冠英一位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演员,不仅外形出众,更有着扎实的演技基础。 尽管在古装剧方面的经验不如都视剧丰富,但他的加入无意为青三行注入了新的活力。 与此同时,杨子的参与也是聚集成功的关键之一。 杨子凭借其在行业内的良好口碑和强大的号召力,被誉为望男主。 从香蜜沉沉浸入霜到亲爱的、热爱的,再到最近的长相思。 他与合作的男演员无不应聚集大火而人气飙升,因此杨子与彭冠英的组合备受期待。 青三行的补拍和即将播出,不仅是对演员们耐心等待和不懈努力的肯定,也是对观众期待的回应。 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,观众选择多样化的时代,一部剧能否成功除了演员的表现和故事的吸引力。 还需要考虑观众的接受度和市场的需求。 青三行的制作团队通过不断调整和优化,展现了对作品质量的坚持和对观众期待的尊重。 在期待青三行正式与观众见面的同时,我们也看到了娱乐产业的发展趋势,不断追求创新和高质量的内容是赢得市场的关键。 无论是演员阵容的选择,还是剧本和制作的精心打磨,都是为了让这部作品能够在。